去年3月在石门外海搁浅的霍伦德翔台北 因为漏油事件造成北海岸沿岸受到重大的污染 海洋生态备受影响 而渔民的经济来源也受到严重的损失 针对评估求偿原本应该在去年9月就有个结论 拖延至今赔偿迟迟没有下文 就在日前立委黄国昌在经济委员会上 咨询并呼吁农委会应该尽快出面协调 作为渔民强而有力的后盾 当地北海岸那边受损的渔民朋友 来澄清跟来参与的非常的多 主要的诉求就是希望政府这边 能够成立一个求偿的平台 来协助这些不管是在资历上或是专业知识上 要求他们自己去面对像德翔台北这样子一个大公司求偿的渔民 他们能够有政府来当做后盾 使得整个后续的求偿作业能够进一步顺利的进行 今年2月23我们金山区余会的长官就是包括理事长统案士等 也到立愿拜会国昌 主要就是说他们也来澄清 澄清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可能担心在人力上或是赔偿的过程上不足 希望国昌能帮忙 立委方国昌服务处表示地方余会向立委来澄清德翔台北有国际律师协助赔偿的事宜 期盼政府能够作为渔民的后盾 以国家的力量来与国际律师协商顺利获得合理的赔偿 后来国昌也就利用3月15号这一次经济委员会的一个咨询 要求各单位能够成立一个平台 协助渔民相对的弱势 没办法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大财团的公司 这个跨部会的平台要建立起来 那就这个部分我不知道林主委是不是可以承诺 就是你会去跟交通部去跟环保署那一边 共同来协商把这个求偿的平台建立起来 让我们渔民在接下来求偿的时候 有一个后盾可以依靠 谢谢王委员 我想我们过去在地方也曾经有做过这样的经验 如果没有政府来担任这个平台 我看渔民或是一位团体 他大概会相对弱势 因为这个要长期抗争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来负担 把他承担起来 这个工作应该要来担任我们这个渔民的后盾 根据学者调查的求偿报告 初估德乡台北所造成的余损高达1亿8千万 经过立委黄国昌多次协调 跟进德乡台北后续赔偿事宜 呼吁农委会渔业署 因出面协调各相关部会组成求偿平台 而农委会主委林聪贤 也在经济委员会上给予承诺 将会尽快组成求偿平台 为渔民来发声 记者廖平函金山采访报道